歡迎大家收看《拍車男》的真實車評之報 今天我們所試駕的車 就是我駕駛這輛我自己很喜歡的 Suzuki Spacer Custom 沒錯,我們再次跟大家說說 K-Car 這輛車很多朋友都很喜歡 所以我們事不宜遲,馬上去試駕 不過我們試駕之前,大家記得 《拍車男》每個星期都會製作很多汽車資訊影片 先訂閱我的 YouTube 頻道 按下鍵的話,我們便開始了 新世代的 Suzuki Spacer 其實在 2017 年的東京車子中已經展出了 而且分為標準版的 Spacer 和強調個性化的 Custom 版本 代言下,去年亦推出了 Spacer Gear 標準版的外形維持原本的四四方方之外 在實質上加入了圓潤和復古的元素 更加有 14 種顏色選擇 而它的對手當然就是我先前介紹過的大發 Move Canbus 至於這輛 Spacer Custom 版本 其實它有這麼大面積的顏色鬼面罩之外 配合這麼類似的車身造型 看來就知道它是行形格路線 而且同樣,它有 14 種顏色選擇 Suzuki 不過是製造 K-Car 的老大角 這輛 Spacer Custom 整體的內裝質感和設計 我個人覺得比 Honda 的 N-Box 來得好得好多 它其實用了黑色和銀色兩者的顏色配搭 你亦可以發現它的線條是黑形造成工業風 它的錶板亦很英俊 雖然不是現象很流行 有甚麼是數碼儀錶板 但它的整體質感和設計亦很美麗 另外,美麗之外亦很實用 各位介紹一下 左手邊的副架的位置 第一,可以放平板電腦 有一個杯架位 可以放一盒紙巾 下面亦有一個很大的手式箱位 比其他物件 手枕的位置雖然不是很大 但亦可以足夠讓你帶放一些散銀、手機等 另外,這輛車的皮籠很舒適 它的座位和椅背都非常舒適 它的高度的 Headroom 亦很足夠 所以你一坐下來的感覺 你不覺得自己在駕駛的旗卡 因為它的空間感實在太大了 令它整個凍鋒玻璃加上A柱兩邊 亦有一個小窗口 盲點都會沒有 它的空間機能性亦是重點 打開了電腦門後 整個直徑有600mm 高度亦是1258mm K-Car 的好處是低階地圖 這輛車的地圖同樣都很低階 小朋友,現在帶到雙方都很一樓 它的後排座位空間亦十足十 這個座椅是可以向前或向後滑動的 我向前後,坐好後 腿部和膝蓋還有一個空間 讓小朋友坐是非常之好 另外還有托盤 托盤升起後有兩個杯架 中間可以擺放其他物件 除此之外,它有很多貼心功能 其中一個一定要跟大家說 就是它的抽風機 雖然它沒有後面的恆溫冷氣 但這個抽風機依然可以將冷風 抽向後排座位空間 所以令整個車廂的冷氣都非常充足 不會令任何人不舒服的感覺 除此之外,這輛車亦有很多貼心位 例如它有遮光簾 亦有一個水杯,可以給你插水杯架 插槽 可能你會問我,我亦沒有USB 充電位 差一點點 你錯了,其實它是隱藏了 其實在椅背後面有一個煙插位 配合相應的周邊產品 其實你亦可以做到USB 充電 這個尾箱的空間,我未將後排座位向前移動 之前我仍然有足夠空間 可以讓我擺放一個24吋的行李箱 不過這些K-Car 很多時候都是我一家人用 亦有很多媽媽都會帶小朋友出街 這輛BB 車能否擺放呢 至於那時快,我們已經準備好一輛BB 車 怎樣擺放上去呢? 其實就像剛才介紹的內櫥 其實這個尾箱座位是可以向前移動的 向前移動後,整個空間就會擴闊給你 可以擺放一輛BB 車 之外,這個24吋的行李箱當然沒有難度 如果退前後排座位後 大家也不需要擔心你不會有足夠的退步空間 因為剛才我試後面內櫥時 都已經告訴大家 其實我推到最前 我都有足夠的退步空間 可以好好地乘坐 現在我們就開始正式試駕 Suzuki 的 Spacer Custom 很多時候每次試駕這輛K-Car 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究竟這輛車是否夠力量 其實真的不需要擔心 因為非常之好力 只有 Custom 版本才用上一副 658cc 三高摩輪增壓引擎 它的馬力有64匹 扭力有95 Nm 用上 CVT 波箱 不過這個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甚麼呢? 重點是用了一個 2.3kW 電動馬達 以及一個10A 鋁電池的 SHVS 輕 Hybrid System 另一方面就是它的車架結構 它的車架結構是用上 Suzuki 最新研發的 Hardtack 技術 之前已經在 Suzuki Swift 用了 好處是甚麼?好處有兩個 第一個是輕量化 第二個是剛性提高 這輛車其實與 Movecan Bus 一樣 都是用了雙電鎖門設計的 Movecan Bus 的重量達到 980kg 但這輛車的重量只是 850kg 兩者的相差達到 130kg 可想而知它的減量可以多大 而輕量化後可以令引擎、懸掛及其他部件的負荷減低 其實有助於甚麼呢? 有助於第一,當然是它在駕駛及加速上的表現更好 另外最直接影響到的當然是油耗的表現 官方的數字是 1.0L 的油走到 24-30km 在 JC08 的標準來說 其實如果對面回到現在香港的油價 大約介乎於 5 毫至 7 毫 非常之理想 不過凡事都有給它一個折頭 即使打一個折,我給你 8 毫至 1 元內 這個都表現得非常不錯 K-Car 車身的空間機能、省油 在重點之外,當然是它的操控表現 在我自己駕駛了一會兒的感覺 我覺得是非常之舒服的 它無論在加速、爽快、線性 都已經足夠整部車去使用了 加上這部車輕 你一駕駛上手的感覺已經覺得它是很輕盈的 雖然你仍然在加速時 都會聽到 CVT 的引擎波箱聲傳回車廂 不過這種聲音並不是非常之大 在我的角度來說,我可以接受 加上其他風聲也好,路噪聲也好 它的抑壓也算是表現得不錯的 其次的表現就是整個視線 它的視線在 K-Car 來說一直都非常出色 它的視線其實我現在的 180 度很清楚 它的車頭的距離感覺也很好 左右兩邊的 A 柱也有窗口 所以它的盲點位其實不嚴重 所以你一坐上這部車,很快便能夠上手 亦有一個很安全的視線 但有一個問題是需要和大家談談 在彎上,過彎時 你很明顯感受到車身兩邊傾側的要防路都大 之前和大家提及到 K-Car 的輪胎多數都用 155 或 165 這部車用上 165 55 R15 在均速的表現,日常駕駛 大家不需要太擔心它的咬地力不好 這部車其實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軚盤上會見到一個 Power 鍵 一按所有 Power 鍵後 其實這部車就好像載快一點 它的馬力像,好像平常玩其他車的 Sport 模式一樣 但這部 Power 鍵的分別都頗明顯 其實一按啟 Power 鍵 只要你踩油門,它的反應會更快 當然,CVT 的波箱聲更大 會買 K-Car 的原因 當然它是整個美女,內型的美女 空間結合十足 但很多時候,香港的朋友喜歡 我喜歡 K-Car 但我經常都會卻佈 我覺得性價比不好 但老實說,我覺得這個思維要改變一下 原因是甚麼呢? 它會有許多許多主動式安全設備 這部車雖然不是整齊選擇 但它亦有汽車偏離的車道偏離警示 行人及汽車提示及自動煞車功能 甚至乎到後車時,它亦有自動煞車功能 這些已經給足你了 當然,如果它齊選擇選擇,作為 Head-Up Display 還有 360 度拍車的環視鏡頭 好像現在這樣 它有了車道偏離警示 所以不是歐洲車才有這些功能 其實現在 K-Car 也有齊選擇這類功能 有幾樣東西,駕駛後 想和大家分享,值得留意的地方是哪些 除了車身過彎時,搖擺幅度較大之外 大家亦要小心,不要駕駛太快 雖然加速很爽快 為何呢? 因為車身搖擺幅度大 後座的乘客會比較辛苦 在座位時,舒適度會減低 因為搖擺幅度越大,它們本身會暈車浪 否則自己爽快,後面的車身就不爽快 這就不太好 另外,就是它的 Big Lake 我覺得它的 Big Lake 要駕駛得很深 才有比較靈敏的煞車表現 因為始終這輛車的加速度較爽快 很快便提吐速 剛才我試了幾下,我發現它的煞車 要駕駛得很深 前段的反應沒有後段那麼靈敏 所以大家難免需要在這方面做適應 如果你駕駛得很靈敏的煞車的話 其實你要重新試驗過 否則你會比較辛苦 因為會比較傻 因為有時踩下去,為何還未有 要踩深一點就會令車比較傻 這亦需要少許留意的部份 這些車都有加加普片 雖然CVT 用加加普片的意義未必很大 只不過我覺得有,起碼可以增強運動性及操控感 所以這也是值得大家留意的地方 這輛車二十多晚 已經有齊了很多安全設備 又有爽快的性能 空間機能性亦非常十足 大家會問我,不如我買Solio 不好 當然,你買Solio 當然是好 只不過我認為這輛車輛做到的東西 可以對比Solio 同樣的車款 有一個更大的發展空間 亦更有道德性 為何我們不去考慮這方面呢? 我經常覺得現在香港路面的速度越收越緊 所以很多時候車主們選車都會開始傾向實用性為主 這些K-Car 們可以做到的東西 其實已經在香港的路面是非常足夠的 日常應用都很足夠的 所以我經常覺得,你喜歡這輛K-Car 不妨細心去研究一下它 你會發現一個新大陸 而且已經不是貴到母親都不能認得 性價比亦可以合理 好了,試駕評測就到此為止 而以下就是三個我覺得這輛車可取的地方 以及三個我覺得值得留意的部分 不知道大家對這輛車有甚麼看法 不妨在留言區和我一起討論一下 我們下星期再試車 那麼ально呢? 任 автом金 再度我再試試算 你去看